疫情持续 台南高中职陆续暂停实体课程 但是中西区有一所护砖遭人爆料 确诊人数超过80人 校方不但不踩远距教学 还要举办校庆 甚至有学生快筛阳性 知情不报前往聚餐 连带餐会上其他不知情的学生一起被寄过 让学生气得认为 校方自己办活动 缺乏学生聚餐根本是两套标准 而校方的澄清 惩处是基于学生防疫观念薄弱 影响实习 从30号开始也将全校采取远距教学 快筛阳性没有通报 甚至没有居隔就参加聚会 连带其他参加的人跟着被寄过 同校学生直呼真的很倒霉 有些人是没有影响到实习单位的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寄到小婆 台南中西区一所护砖 有四年级学生快筛阳性 知情不报 和其他六名同学吃饭聚餐 结果传染五人 事后老师提交陈储名单 染疫学生两只小过 其他分别小过或申戒 开了一个小派对 结果当然是染疫 因为他们要进入医院 不要因为自己的疫情影响到其他的学生的实习 还有甚至于医院的运作 当然还要再请同学表达他的意见说明 最后才会决定 虽然陈储未定 但明明是确诊学生 没居隔外出聚餐 连带不知情的人染疫受罚 有学生看不下去 表示校内确诊超过80人 不但不远距还坚持办校庆 一方面办活动 一方面陈储学生外出聚会 根本是双标 台南跟各县市也有一些滚动式的调整 学校因为考虑到疫情 也考虑到学生的安全 其实我们已经决议校座开始是全远距 校方30号开始启动远距教学 另外四年级学生实习 必须依照防疫规范 疫情升温 互专生染疫外出聚餐 不只传染他人可能影响其他学生实习成绩 未来将要进入医院的人 对待防疫怎能如此大意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道